9月11日下午开始,山东号航母编队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模拟如何打击美国航母群。 此次演习位于宫古岛南部约650公里处的菲律宾海,不仅能作为前沿防线,也可能阻挡来自美军关岛基地的潜在进攻, 更有助于加强对巴士海峡的控制,形成对台湾南部和菲律宾北部的威慑。 演习中出动了13艘主力战舰及一艘航母,山东舰率领两艘052C型和两艘052D型驱逐舰, 以及一艘补给舰,模拟美国航母群,其余的8条驱逐舰和护卫舰是防卫方的战斗资源。 据推测,山东舰可能执行了多种模拟战术,如空中巡逻、导弹发射和前舰追踪。 近期,火箭军因一系列大规模清洗事件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据外界传闻,大约2-300名军官被抓捕,火箭军的实际战斗能力显然受到了重创。 但是,中共趁着8月底,美军的里根号航母返回日本港口的档口, 决定出动山东号,进行大规模的海空演习,模拟袭击美国航母, 意图向外界展示,即便火箭军存在问题,海军和空军仍能迅速出动,且已做好全面备战。 实际上,山东号及其他战舰从战备状态到出发,所需的时间过长。 启动航母的发动机需要烧48小时的开水,导致演习命令在8月底发出, 但是直到9月中旬演习才开始。 想象在实际战斗中,需要等待10天或更长时间才能进入战场,还打什么仗? 仔细观察,无论是从战术应用还是从硬件能力上, 中共与美军之间的差距仍然明显。 日本防卫省公开的数据揭示了这种差距。 山东舰舰载机一个月的起降活动总数为620架次, 和美军核动力航母每天高达250架次的频率相比, 山东号的活跃度显然远远落后。 此外,虽然山东号标榜其可以搭载26至32架战斗机, 但在实际操作中,其最高强度也仅仅是每天40架次。 另外20架次直升机起降数据也进一步揭示了其使用直升机作为预警机的策略, 这与先进海军的标准相去甚远。 此外,美军计划在菲律宾部署F-35系列战机可以让山东号航母群命都保不住。 台湾海峡的F-16V对于歼10和歼16有着明显的优势, 而在台湾北部从日本加首纳基地出动的F-22和F-35将使歼20几乎失去还手之力。 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中共空军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三个方向接败。 然而中国国内舆论对此并不过分担忧。 许多观点认为,中国有的是反舰导弹,0520B型驱逐舰和055型驱逐舰都能搭载英机-18, 陆地也部署了东风-21D和东风-26导弹, 轰6K还能携带英机-12,093B型潜舰上也有英机-18B, 只要部署足够数量的这些导弹,可以轻松摧毁美国航母, 让美国失去世界霸主的地位。 这种想法也太可笑了,首先实际战场远没有这么简单, 一旦真的爆发冲突,美军首先就会摧毁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 而中方也可能设法干扰美军的GPS系统。 在这种双方的卫星导航能力都受到限制的情况下, 就算中国拥有大量的反舰导弹, 想要准确打击正在移动的美军航母也是天方夜谭, 以30米的导弹精度为例, 确保命中航母需要至少4颗导弹来达到100%的命中率。 但航母是一个动态目标, 最大速度可以达到50公里每小时, 即其移动速度约为每秒14米, 实际所需的导弹数量会远超这个数字。 设想中方的反舰导弹从空中发射至需要目标只需10秒时间, 考虑到航母的移动速度, 它在这段时间内可能移动了大约150米, 这就意味着10秒后, 航母可能位于一个300米直径的圆区域内的任何地方。 使用30米精度的导弹, 为了确保命中就需要400颗导弹。 考虑到中共的反舰飞弹精度范围是150至300米, 为了补足这个精度差, 所需的导弹数量可能是25至100倍, 也就是说至少需要1万至4万颗反舰导弹。 中国的众多飞机、军舰和导弹发射平台, 能否搭载这么多导弹都是个问题。 最终反而使美军的技术和战略优势, 让美军可能在军事对决中占据上风。 中国发展大量的反舰导弹, 其策略核心并非针对美国, 而是在对台湾进行渡海作战中, 在必要情况下对美军航母发动大规模攻击, 确保共军的海上力量可以安全抵达台湾。 在这种情况下, 美军完全可以不出动航母, 采用其他办法, 就能达到不让共军越过台湾海峡的军事目标。 一个例子是,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与威特希德公司合作开发的迅龙导弹系统, 这是一个模块化的托盘, 能够装载四枚成本相对低廉的AGM-158导弹, 通过常规运输机投放到空中, 然后导弹自行发射, 实现饱和攻击。 共军发射一枚反舰导弹, 造价大约为3000万至4000万美元。 按照这种成本, 美军可以丢出去好几达的驼盘, 而且射程高达925公里, 还是隐身的。 假设在台海爆发冲突, 美军有能力部署大量的运输机, 在安全距离外对中国海军实施大规模导弹打击, 这将对中共的舰队构成严重威胁。 事实上, 美军在2021年已对此种武器进行了实测, 结果证明了它的实用性。 再者, 美军的航母几乎坚不可摧, 以退役的小英号为例, 它在一次实验中受到了持续20多天的反舰飞弹的重创, 但仍然稳定服在海面, 最后只有在其关键部位放置了大量的高爆炸药, 经过25天的努力, 这艘航母才被沉没。 当我们从更广泛的视角看待美国的航母, 就会发现, 它不仅仅是个军事武器, 还是个漂浮在海上的微缩城市, 上面生活着数千名美国公民。 更为关键的是, 航母是美国几十年全球领导地位的象征。 如果航母遭到攻击并沉没, 那对于美国来说, 损失不仅仅是军事层面的, 而是沉重的政治和形象打击。 因此, 任何试图挑战美国的航母, 都是在挑战美国的红线, 而美国很可能会进行强烈的反击。 对此即使是最有决心和胆识的国家, 都会深思熟虑, 是否对美国航母动手。 声称能轻松击沉美国航母, 可能并不是最明智的策略。 设想一个情景, 假如美国航母遭到攻击并沉没, 局势随之升级, 美国有能力对中国的关键海上贸易路线进行封锁。 虽然中国在某些资源, 如煤炭和稀土上具备优势, 但对于许多其他关键资源, 它仍然依赖于全球市场, 因此贸易封锁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而美国的某些激进派, 可能正期待中国采取这样的行动, 从而为美国提供扩大战争, 采取更有决断力的行动的理由, 甚至一些平时因为公众舆论而不易采取的策略都能搬上台面。 尽管如此, 有些中国人表示并不担心美国的封锁, 认为即使美国封锁了中国的海上石油通道, 他们仍可以通过陆路从伊朗或俄罗斯进口石油。 他们挑衅地问, 美国能控制伊朗和俄罗斯吗? 这些人可能没有考虑到, 在紧张局势下, 资源的价格和可获得性都可能发生巨大变化。 在电影《无人驱》中就有这样的场景, 主角驱车经过一段荒凉的沙漠公路, 前后的加油站都是相距数百公里, 进入任何一个加油站加油, 都要被迫接受捆绑销售的油价, 得先去看歌舞表演, 票价1200, 再加油300, 不看表演就不能加油, 如果在现实中, 伊朗和俄罗斯实施了类似捆绑销售的策略, 一桶油的标价可能只有100美金, 但需要额外支付1万美金的其他费用, 那么这样的额外成本最终将由谁承担? 对于有大把大把钱的中国权贵, 这也许不是问题, 但对于普通民众, 他们可能要为此支付高昂的代价。 长远看来, 国家的领导者必须思考更加深远的国家利益, 对于中国, 选择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 意味着可能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军事冲突, 而中国可能明确依赖的盟友数量, 实际上相对有限。 有些人或许认为, 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冲突是值得的, 因为中国有着8年的战略石油储备, 但这样的观点, 忽视了战争可能带来的其他深远后果, 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还包括社会文化和人民的生活。 因此一些分析家认为, 考虑到美国的利害, 中共不大可能选择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而是可能会选择和平统一的策略, 类似于过去的西藏和平协议和北京和平起义。 近期, 中共东部战区发布了一部实景动漫短片, 梦源复春江。 此短片表面上展现了文化色彩, 但众所周知, 复春山居图在1951年朝鲜战争后, 中共与台湾断绝联系时, 是中恩来确定的中联部重要的暗号。 一旦今后提到复春山居图合并的时候, 背后隐含的意思就是要开启两岸统一的隐蔽战线, 收复台湾。 选择由东部战区发布这个短片, 很有可能是向台湾的军事情报部门传递某种暗示, 似乎预示着两岸即将开展新的合作或接触。 军情部门是负责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安全的, 这是否意味着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或决策可能会受到影响。 如此以来, 中共演练了半天如何打美国航母, 结果证明在实际战争中都没有实施的机会, 还不能算是中共的核心策略, 可以看作是某种政治宣传的一个支撑。